滨州行动党昨天和盟党领袖进行闭门会谈 外界一度以为会随即宣布解散州议会举行州选举 但滨州首长林冠英随后宣布 必须有更多的时间和盟党讨论提前州选的建议 显然这个建议还没有获得盟党的完全认同 行动党代主席也就是陈国伟今天松口坦诚 盟友间确实有其他的考量 但是他相信公正党最终会接受行动党 想要举行闪电州选的理由 我们也尊重我们的这个盟友 他们或是需要更多的考量 这方面也不需要给予在所谓的 这个短短的几天内就必须做出这个决定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我们相信公正党会做出这个正面的这个 乐观 对于竞选盟要求 宾州政府必须针对闪电州选 给予外界合理解释 陈国伟说一旦州选确定城市 那行动党就会对外做出解释 他还说行动党对宾州选民有信心 他相信州政府的表现能获得选民的肯定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